這裡我們會講講有關於 Balance Half Equation 的一些方法 我們先用最基本的方法去看 譬如說我現在有一個 Chlorine Molecule 它會下一個過程 會變成 Chloride 首先第一件事 我們先要平衡左右兩邊的 Atoms 才行 如果不是的話可能會錯 那些 Charges 會不對 Chlorine 在左邊的 Molecule有兩個 所以一看到 Chloride 的時候 首先你要先放兩個 Chloride 這是第一個 Rule No.1 我們要平衡 number of Atoms 第二 我們就要看看 究竟左右兩邊的 Charges 對不對 左邊的 Charges 你可以看到 左邊的 Overall Charges 暫時看上去是零 右邊的 Overall Charges 就是有兩個 Chloride 所以就是負二 為了要令到左右兩邊可以平衡 我們要加些 Electr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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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左邊 因為 Electrons的 Charges 本身是帶負責 所以在左邊 加上兩顆 Electrons 就平衡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 左邊的 Overall Charges 會是負二加零 即是負二 那麼多 右邊的 Charges 就是負二 所以兩邊的 Charges 就剛剛好 平衡 我們嘗試再舉一個例子 另一個例子 我們可以嘗試用 O2 變成 Oxide Iron 假設 就是這樣 OK 那就一樣 我們首先要平衡 Balance Number of Atoms 你看到左邊這個是O2 所以有兩個 Atoms 右邊這個是O2- 所以有兩個 O2- 你看到左邊的 Overall Charges 是零 右邊的 Overall Charges 就是負四 因為兩個負二 就是負四 所以我們要平衡 Electrons 平衡的時候 即是在我的左邊 就要加四顆 但有 Negative Charges 的 Electrons 給它 所以我們就可以平衡得到 這個Half Equation 留意 這個Half Equation 其實很少會出現 在DSE的範圍裏 我們很少會這樣平衡 這個Half Equation 不過如果有需要 當然我們可以這樣做 我們嘗試看 舉一些難一點的例子 譬如說 我們有一個 Compound 我們有一個 Iron 是SO3- SO3- SO3- 我們叫做 Sulfite 我們叫做 Sulfite Iron Sulfite Iron 因為我們說過 Sulfite是吃不飽的 不夠 Oxygen 於是他想吃多一個 Oxygen 就變成Sulfite OK 它就變成Sulfite 好了 我們嘗試平衡這兩條 這樣的 Change 你看看 其實兩邊唯一的不同 就是Number of Oxygen 但我不會就這樣 加一個 Oxygen Atom 因為這樣的話 就破壞了本身 這個 Changes 其實沒有牽涉到一個 Acting of Oxygen 就是Gas 給他 我們怎樣去平衡它 我們就記住一個 Rules 不夠 O的 加水 夠 O的 不夠 O的 加水 不夠 Hydrogen 不夠 Hydrogen 就加 Hydrogen Iron 給他 OK 就像這個 你看到 在這個情況 左右兩邊 O的 數目不平衡 我就唯有 加水 給他 我們就加水 加了H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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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 左邊 Oxygen 數目四個 右邊 Oxygen 數目四個 對 左邊 一個 右邊 一個 完美 但是 就差 H2O 所以我就看一下 這裡有兩個H2O 所以我就在 右邊 補回兩個 H2O 留意 我們補H2O 我不會補H2O Gas OK 因為如果補了H2O Gas 就代表著 其實它自己已經是一個 Redox 但是 今次我們講的是一個 H2O 的狀態 只是這一隻東西有改變的 我們只要 focus on 這一隻 species的改變 所以我們只會加H2O 好了 到最後 我們嘗試 balance charge 左邊 Overall charge 0 加上 SO32- 負2 右邊 負2 再加上 正2 那就剛剛好等於0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怎樣加Electrons 當然 我們要 balance 兩邊的Charges 所以我們就會在 右邊 加上 兩顆的Electrons 給它 去 balance 那你就看到 左邊的Overall charge 是負2 右邊的Overall charge 也是負2 那就正確了 好 所以這一條 就是 Sulfite 變Sulfate 的 那一條H2Equation OK 這裡 summarize一下 不夠O的 加水 加水 OK 不夠H 加H2E OK 這個是我們寫 Equation的時候 一個基本的法則 好了 我們嘗試再做多一個練習 combine多一條H2Equation 即是寫多一條H2Equation 好 譬如說 現在我有 NO3- 就變成 NO2 這個Reaction其實很常見 在我們的Concentrated Nitric Exit裡面 如果它遇到一些Metals 它通常都會變成一個NO2 Con的時候 這個Reaction是特別Vigorous的 我們有機會會討論一下 NO3-變成NO2 的話 過程應該怎麼做呢 我們又做回剛才我們說的 不夠O的 補水 不夠H的 加回H2E 那我們看看 左邊 三個O 右邊 兩個O 所以我們當然要補一個水 所以我們就在右邊 補一個水 給它 OK 你看到O的數目適合 非常好 我們現在欠的 就是欠左邊 這個 你看到右邊 又多了H 多了H 多了H 所以左邊 也要加上相應數目的H2Equation 你看到H2O 就是兩個H正 所以這邊補兩個H正 到最後 我們要平衡兩邊的 右邊 Overall charge 是0 左邊 Overall charge 是正2 加負1 所以這邊Overall charge 是等於負1 對不起 正1 我們要平衡 的時候 我們要加一些Electrons 加左邊 還是右邊呢 沒錯 加左邊 加一粒 OK 加一粒Electrons 給它 所以這一條 就會是 Nitrate Exit 如果它需要跟其他 Metal react的時候 Concentrated Exit OK 這個是Concentrated的時候 究竟它會出一個怎樣的反應 原來就會出 就會需要 取得一粒Electrons OK 但有時候你會發覺 書裡面 寫的那條Equation 有些不同 它可以是這樣寫的 它可以寫的是 H plus 加上 HNO3 就會變成 NO2 再加H2O 一樣都是加一粒Electrons H plus 其實沒有錯 在這兩個H plus 裡面 其實 我當它不是完全 Desosiate的時候 有些H2O 其實會黏住 這個NO3 所以 recombine的時候 就會變成 HNO3 OK 所以我們就變成 一個這樣的過程